距今約兩千五百年前, 在印度摩羯陀國首都王社城的宮殿中, 阿瑟氏太子受到提婆達都的蠱惑囚禁父親, 平婆梭羅王自己登上王位, 連帶食物給丈夫的韋提西王妃也被幽禁在房間裡, 可是韋提西聽到世尊的說法, 內心得到了拯救, 宮殿中的女人也一心念佛, 阿瑟氏王這時才覺悟到再折磨自己的母親也是無意的。 這時提婆達多因為自己收到了不少弟子而洋洋得意, 來到世尊所在的竹林經社。 世尊, 世尊, 提婆達多來了? 我知道, 我知道她是想向我炫耀自己的力量。 好久不見了, 世尊。 不過, 幾次在脫波的圖中看到你, 而你總是匆匆地走壁, 請問這是什麼原因呢? 難道說你真的這麼怕我嗎? 我當然不是害怕, 哈哈哈哈, 我只是想避免無用的議論。 無用的議論? 你們得到阿瑟氏王的厚重供養, 內心驕縱起來, 失去求道的清靜心。 喊這種愚人, 說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太可笑了, 得人供養, 儲備力量哪兒不對了? 有了力量修行才有進展。 不然, 要怎麼能夠拯救民眾呢? 要怎麼才能夠推廣教法? 照目前的情況下去, 世尊, 您寶貴的法會遇到瓶頸就此斷絕的。 世尊, 您已經老了, 我看您就在附近選個地方養老, 享受擊滅境地吧。 以我看, 不久之後, 乾脆就由我來代替你, 說法講道吧。 他怎麼代替世尊呢? 提婆達多。 現在就算是設立佛, 跟牧連都不能代替我。 哪裡輪得到你這種仗勢欺人的人呢? 我連一個弟子都不能放心地交給你。 你離開吧。 受到世尊斥責的提婆達多, 從此懷恨在心。 最後終於下了可怕的決心。 我要殺死世尊! 國王, 希望你能夠借我武功強的士兵。 國王採納了我的計謀, 囚禁國王而得到了王位。 請你不要忘記了這件事情。 我當然記得了, 就照你說的去辦吧。 你先去, 立個大功勞回來。 是。 他要是回來, 就馬上把他給殺死。 是。 出來。 他們要是回來, 就馬上殺死他們。 是。 等他們回來, 就叫國王把他們統統給我殺了。 這樣一來, 一切就沒有人知道了。 是。 我看, 我看, 请原谅我 刚刚我还想要杀您呢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吧 请你原谅我 请原谅 我错了 你确实是做错了 但是能够忏悔也就够了 我能拯救你的未来 我也等你们好久了 通通出来吧 不用害怕 通通出来 听到世尊充满慈爱的声音 每个士兵都忏悔请罪 成为世尊忠实的弟子 这时候在供殿王妃的房间里 阿舍世王的幼子为了肿脓之痛哭个不停 阿舍世王抱起幼子 自己用口吸出指头内的脓 一直注视这个情景的 是国王的母亲魏提西 我想起来了 母亲 原来你在那里啊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什么事 就在你也是这般大的时候 因为手指头长浓 痛得哭个不停的时候 你父王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把你抱了起来 用口吸弄出来 唯一和你不同的是 唯一和你不同的是 他怕孩子看到了血 会心里产生害怕 所以他不把血弄吐出来 反而自己把血吞下去 啊 什么 你现在这么的疼小王子 相信现在你也能够了解 你父亲的心情了吧 你父亲他是这么的爱你 辛辛苦苦的把你抚养长大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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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士兵在不在 士兵 把父亲从牢里放出来 谁都可以 把国王活着救出来的人 我就给他一半的领土 听到没有 是 可是士兵们打开牢房的时候 只看到平婆梭罗断气的尸体 是 不 你 什么 你 是 你 你 为 你 是 国王请到这边来 你何必悲伤呢 你的父亲如果还活着 会成为你王位下的隐忧 只有这样王位才会安稳 倒是我担心的事还没有解决呢 上次我们派去的士兵全部都失败了 这次必须借我更有用的士兵 你有在听吗 国王 你出去 什么 都是因为你害我做下了无可挽回的事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这是你该对我讲的话吗 你忘了我对你的大恩吗 住口 你给我听好 从今年起终止给你的供养 不准你再踏入宫殿一步 你少不了我呢 住口 现在马上走 马上滚 好 我不借助你的力量 一切我都自己来完成它 就这样 提婆达多带着弟子们离开了王舍城宫殿 另一方面 阿舍是王受到良心的责备 从那天起得了重病一举不起 全身长出恶流 全身长出恶流 流出血丝 是地狱去的 不管是再好的医生也治不了我 我没救了 好 就算是他杀了父亲也没有罪啊 这是自古以来国王所拥有的权利 我有一位灵力的神通修行者 我想请他来看看吧 也许他会有办法的哦 地狱的地呢 有生命的意义 至于玉呢 也有吉跟酒的意思 合起来呢 地狱就是生命长久之意 国王应该感到欣喜的 我有一位这个修行朋友 他非常厉害 马上请他过来为您看病 一定会好的 您放心 说起来啊 您父亲就是 过于看重世尊跟他的弟子 而疏远了其他修行者 国王之死呢 正好能够消除那些个不平的现象 换句话说 也是有好处的 听你们这么说 我觉得人轻松一点了 那就请出名的修行者 加罗师托来为您治病 六位大臣推荐的都是六师外道 全是当时评价极高的修行者 阿瑟士王虽然心动 却没有请任何一个人来 第七个来访的是医师齐婆 齐婆是阿瑟士的亲戚 年轻时候就是有口碑的医师 大臣们说的都只是一时的安慰 是欺骗你的 你不可以被迷惑 希望你能够明白啊 也许是这样没错 但是 国王你确实是犯下了大罪 这是不应该的 再怎么样的蛮混 不 罪还是罪它不会消失的 你知道吗 看样子我是没救了 有救的 啊 国王你现在会得到重病 完全是因为你内心在责备自己 惭愧 忏悔所引起的 所以你有救的 我还有救 是的 世尊他曾经说过 有两只白虎在拯救人 一是颤 另外呢 就是毁 颤是在自己的内心 是自己支持而不做恶事 至于毁是出现在外 使人不做恶事 只有这两个具备的时候 人才会成为完整的人 所以不论犯下了什么罪 只要有忏悔之心 得救之道一定会打开 你刚才所说的 都是世尊说的吗 不错 国王 你呻吟地说 任何名医修行者都治不好你 可是依我来看 世尊他是唯一能够治好你病的人 所以国王 请你马上前去拜访世尊 这 可是 可是 可是我借士兵给提婆达多 我借士兵让他去杀世尊 现在我还有什么面目去找他呢 我看 我是没有什么希望 不要犹豫 什么人 照着奇婆的话去做 你是谁 国王的父亲你在哪儿 孩子 现在你就去找世尊 好 国王 国王 你振作起来 你怎么了 国王 你振作起来 振作起来啊 在王舍城外的林子里 世尊已经知道这一切了 必须要拯救阿瑟士王 必须要拯救阿瑟士王 在那之前 我不能死 不能进入涅槃 为了那位国王 我必须活更久 宫廟内的阿瑟士王 此时几乎要断气了 这时世尊集中精神 进入月爱三昧之行 月爱三昧是宛如月光祥和照耀一切 不分身份与贫富职业 使佛的慈悲平等地包围人们 减轻人们烦恼的修行 王舍城外的名将 是宛如月光祥的兵 我怎么啦 我到底怎么了 国王 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了 不用再担心了 那你知不知道 刚才的光是从哪里来的 那是世尊送来的 因为那个光的医治 国王的病已经痊愈了 原来如此 大家听着 天亮就出发 去朝拜世尊 齐伯 你也过来 迎接阿瑟士王的世尊 为阿瑟士说法 你本身有罪 你的父王也有罪 可是你父王忏悔了 所以他没有堕入地狱 而得救了 现在你强烈的反省忏悔 在这种情形之下 哪有不能得救的道理 听到这儿 阿瑟士王高兴地哭了 不久前 治好怪病 拯救阿瑟士王身体的世尊 再次地拯救了国王的心 提伯达众大爷 国王放弃了我们 请向世尊那边的怎么办呢 大事不妙了 以后我们要怎么办呢 放心 国王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世家的弟子 有一天也会臣服我的 你们等着看吧 真的吗 真的吗 放心好了 世尊会经过这列 千万别失败的 你知道吗 只准成功 不必害怕 别忘了本来的温柔之心 提伯达多杀死世尊的继母 又失败了 你们看到世尊的练了没有啊 你们看到世尊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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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吵死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说 您的神通比不上世尊 他们说想要去当世尊的弟子了 您说这下怎么办呢 师父 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了 怎么办呢 师父 你听见什么 你听见 我们听见 你听见 不要义 这些人 你听见 索尊 你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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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尊 这次一定要你死 师尊 石头掉下来了 快点躲起来 师尊小心 师尊 你们放心 师尊 您的脚 棋谱 是 师尊 会不会痛啊 不 不管是任何事情都危害不了我 提婆打多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吗 怎么会这样 你们看 师尊的脚被石头打到 他流血了 所以 师尊再怎么样 他也只是个人而已 你们没有必要怕他 哈哈哈哈 你 你 住手 师尊 他三度想要您的性命啊 你 国王 把剑收起来 怎么样的怨恨恨 恶行 都没有办法伤害到我 提婆打多 哼 你确实做了恶事 可是 你做越多恶事 更会促使我致力于传法 而我所传的法 将能够拯救更多的人 为他们打开得救之道 光是这件事 就足以抵掉你的罪恶 你们都不准下手 知道吗 太伟大了 师父 师父 你们要去哪里 我在这里 师父 我在这里啊 回来 回来 サブスters 没见到 好的 相思 没有 无理 练习 未经许可 其是 未经许可 而 未经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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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就这样完了吗 我不能够输 绝不可以输 你们给我走着瞧 走着瞧 走 提婆达多后来不死心 还想杀死世尊 于是堕入地狱 而阿赦世王就像平婆苏洛一样 经常地听取世尊的说法 在世尊涅槃后继续外护佛教 帮助佛教 在世尊涅槃后继续外护佛教 在世尊涅槃后继续外护佛教